新城乡场何理台以8成5的高得票率 顺利连任当选新城乡第19届乡长 12号上午从华联县选委会的委员周杰明手中接过当选证书 何理台表示这么高的得票率代表着乡亲对工作团队的肯定 也是一种期待 他期望连任可以让正在进行的各项建设和社会福利得以延续 他以承诺会规划更多政策继续带领新城乡全力从此 后来县学区委员会周杰明主要上午前往建立压公所 颁发当选证书给新城乡何理台 对何理台以8成5的推荐率 可以说是加以肯定对新城乡的努力 94年来乡长就当乡长 后来当议员又回来又当乡长 做这么好高知识度 大家不是说捧场不需要捧场 你心有所感完全倾向向福 福气到他 我要讲我们这个社会花莲也是一样 今天我们花莲前后任县长是不是做得很好 也是一样 我们今天能够住在花莲好福气 94年我到花莲来的时候 有人跟我讲 你怎么会到花莲去 我说花莲好你不知道 你不相信来来看 我太太从美国回来 住到现在不离开 为什么 花莲好 我下次我要住到新城乡来 谢谢各位努力 谢谢 向南河里台感谢肯定并且继续带领新城乡 乡幸福城市在耀劲 现在向南河里台 供获得8267票 得票率高达8成5 也代表着乡亲们对公所团队肯定更是期待 首先要谢谢我们周委员 我们周决明 我们周处长亲自送这当景证书给李台 我表达感谢之意 也要谢谢新城乡 两万多的乡亲 长久以来的栽培以及支持 让河里台能够从政至今 能够为我们新城乡的乡亲共同来打拼 你们都是我的后盾 这次在我们公所团队 这四年的努力之下 能够获得我们新城乡乡亲的高支持度的一个支持 能够得到85%的得票率 我要谢谢我们新城乡的乡亲 再给我们这样一个团队一个机会 我想在未来这个四年当中 我们绝对努力以赴 全力为我们新城乡来造福 来建设我们幸福的行程 未来的四年 我们公所的团队 绝对跟过去的四年一样 为我们的乡亲 任何的事务 绝对在各位支持之下 我们全力以赴 把新城乡再造 快乐 幸福的新城 何一台表示 孙力连任能够在进行中 各项建设和社会福利得以援系 也承诺会规划更多的政策 继续带领新城乡全力充斥 让新城乡成为继续向幸福城市在要劲 记得就用先要报道